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23日 星期六 這節繼續跟大家說香港新聞 這節要踢爆 有機會就是 最早因為國安法 這次可能是因為國安法 因為國家安全 還佔下馬的新任海關關長 為什麼呢 昨天 沒有另外開一節說這件事 龍蝦危害 國家安全 昨天在其中一節 我也忘記了哪一節 裏面說了一點 香港現在荒謬到一個地步 竟然新任海關關長何佩山 出來 打擊這個走私龍蝦 跟國家安全有關 這件事就是引來 就是國際社會極強力的不滿 這個新任海關關長 真的可以說 就是極速 擲出國際 真是舔共舔出禍 國家也沒有說過這樣的事情 竟然 自己出來說這件結論 說這件事 謀求自己上位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保持每天的紀律 請大家繼續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請大家繼續 手動點擊廣告 欣賞廣告 再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幫我們播放 昨天很離譜 錄了幾節節目 我應該錄了五節 當中竟然有三節都是黃標 現在YouTube的打壓越來越離譜 到最後你經過人工 審核之後就讓你賣廣告 但是就是黑扣了你一段很長的時間 一定就不能賣廣告 其實有很多內容只不過是 新聞的內容 但是他竟然說你敏感 不讓你賣廣告 例如昨天說一宗保險經紀 上門傾保單 就變成了 迷奸案件 這個案件的新聞也有詳細報導 一說到跟強姦有關 立即黃標 接著就不給廣告了 所以請大家幫我們 點擊那些有廣告的節目 亦都幫我們打開節目清單 最好是由頭播到尾 一定會播到有廣告的節目 還有11月6日 本台網聚 請各位擁約報名 應該剩下幾十個位 應該已經有大概 七八十人出席 請用本台的電話號碼 請用WhatsApp報名 希望11月6日看到大家 表面看 走私龍蝦而已 但是 其實走私活動是會破壞國家對澳洲實施的貿易限制 所以 走私龍蝦 跟國家安全有關 這個就是海關第一個女關長 何佩珊 就是 正式上任 21日的時候正式上任 第一件事衝出來就是撤出國際 當時就是21日 當時就是 見傳媒 說 海關未來的工作 就是要維護國家安全 防範恐怖主義活動 截取 就是經外國獲得的物資和裝備 真是好笑 原來龍蝦 是物資和裝備 這條貿易說 最近就是經過海關嚴厲打擊 已經使得 手槍、小型武器有所減少 出來提醒大家要遠對抗 防止那些文宣、物品 流入香港 真是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文宣是本地製造的 甚麼文宣物品流入香港 你說甚麼交叉 最恐怖的事情就是 要維護國家安全 維護國家安全 也沒有問題 竟然說海關出來打擊走私龍蝦 就是跟國家安全有關 令人匪夷所思 他說 就是因為國家對澳洲實施貿易限制 所以 制止這個龍蝦輸入內地 跟維護國家安全有關 真是九五八八到極限 完全看不到兩件事有甚麼關係 他說從一宗走私龍蝦案 提到內藏國家安全元素 他說什麼呢 他說上年10月開始 內地對澳洲龍蝦實施 更加嚴格的 檢疫措施 11月澳洲 停止對內地輸出龍蝦 所有事情都很正常 表面看 走私龍蝦而已 走私活動會破壞國家 對澳洲實施的貿易限制 你又觸錯用神了 國家就是說 對澳洲的龍蝦要做檢疫 檢疫的理由 就是禁止輸入 這些就是太監 自己揣摩上意 認為這是國家政策 要對澳洲 實施貿易制裁 所以出來打擊龍蝦走私 維護國家安全 我昨天也說了 這個 就是國家安全 泡沫化 跟金融泡沫一樣 是又炒樓 不是又炒 是又炒股 不是又炒 這個叫做炒作國家安全概念 昨天也說到了 接下來如果這些 炒作國家安全概念還可以繼續上位 就會有不同的政府部門 出來繼續 炒作國家安全概念 包括運輸署 地政署 屋宇署 甚至乎環保署和天文台 天文台連掛發號風球 都跟國家安全有關的 不是說掛就掛 掛發號風球 會導致航運停止 航運停止對國家無益 這還不是跟國家安全有關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 所有東西 潛建 地政署 霸佔官地 食環署 控制小販 每一樣東西都跟國家安全有關 這還不是國家安全泡沫化 是甚麼呢 這還不夠 現在 這件事上升到國際層面 國際輿論對於新任的海關關長說的話 說是非常不滿 結果路透社 報道裏面說 這個標題叫做 澳洲質疑 為何香港認為 龍蝦危害國家安全 英文就是 Australia asked Why Hong Kong considers Lobster National Security Risk 換句話說 標題是完全正確地翻譯過來 人家真的問你 為甚麼 龍蝦會成為國家安全的隱患 風險 這件事就是 極速 擲出國際 澳洲那方面 澳洲的貿易部部長 澳洲政府 向 中國的海關總署查詢 也會向中方要求解釋 問到底檢查龍蝦的詳情 因為按照澳洲的理解 中國大陸是用一個防疫的理由 制止龍蝦輸入 中國大陸 從來 都沒有對澳洲實施貿易限制 換句話說 從來都沒有發出過命令 根據任何的條款 就是去制裁澳洲 澳洲 貿易部部長也說 澳洲向這個 香港 出口這個龍蝦 完全符合這個入口規定 有人懶惰出來 幫大陸說 好說不說 說中了一件事 別人是不承認的事 這個跟鄧炳強也有得揮 上次說雙十 雙十 中國大陸大家再留意一下 除了本地的 土共的 媒體 幫這個 鄧炳強 搖旗立喊之外 其實北京對於雙十 基本上就是沒有下任何的定案 所以前居可鑑 竟然現在又有新任的 海關關長出來炒車 你看這群人多蠢 蠢也沒有人有 人們也不承認這是一個貿易制裁 你跟 衝出來 即是說我們現在就是要制止 某某事項 因為那件事就是政治打壓 要國家要貫徹政治打壓 有甚麼分別啊 即是你正在抹黑 中央政府 抹黑中國大陸 其實 真是違反國家安全法的 就是這條 何佩山 明明沒有那件事 出來無端端跟你說那是國家安全 這個不是抹黑中央政府是甚麼呢 所以很好笑 現在一大班就是 蛇蟲鼠蟻 水鬼星成王 因為有鄧炳強的垃圾 還有李家超的垃圾 還有新任 警務處處長 透過 國安的事項上位 令到現在下面有大量的不同部門 都要提倡 跟國家安全有關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建制派內鬥事件 一大班人鬥了 其實建制派的人鬥了也不是第一天發生的 大家有沒有想起 這個 紀律部隊頭頭 跟 恆大高層 這個就是晚宴 飯局事件 當時沒有警隊出場 有入境處 有海關 當時已經看到一些端毅 似乎海關和入境處 在國安的事項上 沒有機會 乘機上位 當時似乎有一種氣氛 就是這些 紀律部隊 亦都很希望借助 政治局勢 幫自己擲職 想不到這次有新任的海關關長 硬 把龍蝦扯到國安有關 結果 令到澳洲忍不住 要出聲 很容易就會變成 國際事件 以及外交風波 因為如果你 無端端承認這個 作為 特別行政區的官員竟然幫 中共 說這是貿易制裁 這件事 隨時是違反世貿的規定 換句話說 絕對是幫國家 添煩添亂 所以 警察應該用國安法把何佩山拘捕 這一節 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真是犯法的變成了何佩山 就算他不是犯法 沒有人拘捕他 他這次 都是製造了一個外交風波 中國大陸 不想跟澳洲一直敵對下去 但是你現在就是幫他們升軍 多厲害呢 我們這節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請大家做好支持六部曲工作 我們下節就說下的話題 我們下節就算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